有人说了这永齐不太熟悉 哎呀这永齐您要是不太熟悉啊 哎那就证明啊 您这年劲啊 他不是很大 自打有这个宫廷泡沫剧以后啊 这永齐应该是第一位出了名的清代皇子 哎他就是那个环珠阁里啊 那个小心眼的 那个爱着小燕子的永齐 您好我是空军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闲聊天 今天啊 咱们注定是一个逆缝填坑的日子 因为呀咱们上文书啊 其实就是个番外篇 咱们聊了聊啊 这清宫当中的重斗失败的案例 咱们呀上文书也无非就是啊 总结出来的结果 必定这皇上家丢人的事啊 在这档案上那是很难查到的 那今儿咱们要聊的呀 就是上上文书咱们呀 掰开的那刀缝挖起的那个坑 咱们呀今天就说说这乾隆皇帝 为什么放弃了自己所执着的 这嫡子继承皇位 有人说你这书说的呀就绕弯子了 你今天要说的不就是永齐吗 何说容亲王五二个永齐 哎您说的没错 不过呀不全面 咱们呀还是得从头捋 才能把这件事情掰扯清楚了 那么这乾隆皇帝是从何时开始才对自己这个嫡子继承制有了质疑呢 说白了呀这嫡子继承制啊 其实就是让这个皇后的儿子来继承皇位 来做太子啊 做储君 这呢其实啊 是这乾隆皇帝对这个华夏文明的向往以及追求 说实在呀 在他们女真人心里呀 可不分什么嫡啊 什么长的 不过呀这乾隆皇帝的立嫡之路啊 那是非常坎坷的 首先呢 他要立这个嫡长子永脸为四 谁想呢 这永脸啊 他早上了 这孩子呀 他瘦数不行 活到了九岁的时候啊 就撒手人寰 轰式了 之后啊 这乾隆皇帝又有意立这个嫡子永从为四 谁想啊 这永从啊 比他哥哥的兽数还不济 哎 活了两年 到这个三岁的头上 虚虚虚啊 哎 也撒手人寰去了 要说呀 这乾隆皇帝的这会儿啊 心里已然有点害怕了 他为什么害怕呀 因为呀 从他往上 雍正 康熙 顺志 包括呀 那位没进官的天聪寒 就是那个爱心觉罗 黄太极 这些位大清国的皇帝 没有一位是嫡子 所以啊 这乾隆皇帝啊 他心里边开始打鼓 开始反思 是不是这立嫡子啊 有点逆天呢 有人说你说这话有证据吗 哎 我还真有证据 哎 这永从啊 轰视以后啊 这乾隆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书 哎 这道诏书啊 他是明诏天下 从这篇诏书当中的内容啊 我们就能读出这乾隆皇帝的心思了 这原文呢 过于的晦涩难懂 在这呢 我就给您聊聊啊 他大概的意思 这皇上自个儿说呀 说这个皇帝子永从 是这个中宫皇后所生的嫡子 自幼呢 他就聪慧过人 天生有异象 哎 这异象什么样啊 这史书上没记载 乾隆皇帝自个儿也没说 咱们也不得而知 所以呢 这皇太后啊 就非常的喜欢这位嫡孙 那么正宫我呢 也是非常想啊 把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来培养 并且就立他为寺了 如今呢 他出天花啊 夭折了 我个人呢 十分悲动 虽然呢 正宫我呀 默认他为太子 但是他必定不像 这个敦惠皇太子 就是这个永从的哥哥永脸啊 他那样啊 已经写出了秘纸 藏在了前清宫正大光明点的后边 这永从啊 已然轰视了 所以说呢 也没有必要再追封什么太子了 干脆就以往里安葬就行了 皇后复查世啊 出身名门 哎 又非常的贤德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生的儿子呀 一再的夭折 难道说是因为 我朝自定顶中原以来 这历代皇帝都不是这正敌祭统 而我必欲以敌子祭统 获得先人没能获得的福分 因此啊 一线奢求之心 虽如此之祸 这皇上说呀 我是不是没那么大福分 能让一名敌子来继承大统啊 由此就可以看出 我在乾隆皇帝的心里边 对这个敌子继承这件事情啊 就已然有些动摇了 当然了 后来呀 他又有了嫡子 就是这个季后纳拉市所生的 皇十二子永齐 这永齐十六岁以后啊 因为这个纳拉市皇后坏了事 牵连了他 所以呢 不照这个父亲待见 这乾隆皇帝自然是 不会把皇位传给他的 可是据我看呢 在十六岁之前 这乾隆皇帝 在皇位问题上啊 也没考虑他 当然了 刚才咱们说的 这乾隆皇帝有一些放弃 这嫡子继承皇位的想法有关 但是啊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因 哎 来了啊 咱们切正题了啊 那就是在他心中啊 已然有了这皇位的继承人 这就是皇帝的皇无子永齐 一点也不乱 这个两个齐啊 那不是一个字 这种啊 同字不同音的起名字 在这个儿子多的皇帝里啊 那不奇怪 您瞧这雍正爷这亲哥俩 哎 他呢 叫这爱心觉罗应真 其实啊 这十四爷 后来的大将军王 爱心觉罗应提 原来的名字呀 他也叫应真 只不过呀 是字不一样罢了 还有啊 就是那个康熙朝的武爷 允齐 康熙的二十三子 也叫允齐 这两个齐啊 不一样 那么咱们勾开闲言啊 还得是书归正文 咱们接着说这 乾隆皇帝的皇无子 勇齐 有人说了这勇齐 不太熟悉啊 哎呀 这勇齐 您要是不太熟悉啊 哎 那就证明啊 您这年劲啊 他不是很大 自打有这个宫廷泡门剧以后啊 这勇齐 应该是第一位 出了名的青代皇子 哎 他就是那个环珠阁里啊 那个小心眼的 那个爱着小燕子的 勇齐 哎 您要说您没看过这部电视剧啊 哎呀 没看过没看过吧 这部电视剧也没多的意思 我呢 虽然是那个年纪 那个年代过来的人 我也没看全国 再者呢 这个您现在想看可能也难了 因为那个主演啊 他坏了事 所以啊 好像这部电视剧啊 下架了 那么这勇齐到底有多好 这乾隆皇帝对他有多爱呢 哎 我给您说说 这乾隆皇帝啊 后来逢人就说 朕是皇母子 于诸子当中 决贵重 且汉文 满语 蒙古语 马不设 以及算法 并皆贤习 颇属异于彼 而未明眼 哎 乃父因病而悬世 这皇上说这句话呀 都非常遗憾 因为这皇上啊 有感而发 留下这句话的时候 这勇齐啊 已然轰逝了 哎 对了 这又是一位啊 英年早逝的皇子 您瞧啊 这乾隆皇帝 对他的评价有多高啊 他说这个勇齐啊 在众多皇子当中 是最贵重的 精通这个汉文 满语和蒙古语 并且呢 又精通齐设 精通布设 这里边的乾隆皇帝 所指的 这勇齐精通算学呀 可不是这王爷在家啊 没事算小诈 这勇齐啊 可是留下过天文学的著作 说的呀 那是天文学上的算法 他留下了八宪法首卷 极其精密呀 并且这勇齐啊 还留下了天文学的著作 叫焦童慎高 那么就是因为这些 这乾隆皇帝 才特别的忠义这个儿子吗 哎 说是啊 他也不完全是 因为这里边啊 还有一个具体的事例 话说这个乾隆二十八年 五月初五 哎 您一听啊 就知道这是个端阳日 哎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端阳日的凌晨 也就是说呀 这天啊 还没亮呢 在哪呢 不在皇宫当中 在这个圆明园的九州庆宴 哎 您得知道啊 这九州庆宴 它大了 是一个建筑群 它并不是一座殿宇 要说呀 这天啊 也不热呢 可是乾隆皇帝 为什么早早八八的 要来这个园子里居住呢 一呢 是因为呀 要过端阳节了 这民间老百姓过节呀 这皇上家也不例外 这皇上呢 肯定是啊 要在这个端阳节的当天 和这个后宫当中的老太后 皇后啊 皇后娘娘 以及嫔妃皇子们 举行家宴 赏着春节 放着焰火 哎 那简直啊 就是其乐融融 哎 咱们就拿这个过节 放焰火而言吧 在紫禁城里 这事啊 是办不到的 因为这宫里啊 它对这个焰火而言啊 算是忌讳 这建筑呢 比较密集 一旦走了水 连城片 那了不得了就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 才选择在这紫禁城以外的 这个圆明园 过这个端午节呀 八月节呀 这种节日 外的呀 就是因为这儿都方便 更容易热闹一点 那么当天呀 这乾隆皇帝 他住哪了呀 他就住在呀 这九州清宴的辉阁 当天呢 谁侍寝呢 侍寝的这位娘娘啊 是祥贵人 这祥贵人啊 没什么故事 要不是讲到这个武娃子 永齐 这班上提到他呀 您看咱们讲后妃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他的事 这祥贵人呢 既然是侍寝 那么在这个殿外侍奉的呢 自然是祥贵人的卫下宫女 谁呀 哎 还有名字 幸亏这内务府啊 他有档案 这外边伺候的呀 是两名小宫女 岁数啊 都不大 一名啊 叫喜格 另外一名啊 叫二妞 他具体啊 小到什么程度 多大年纪啊 这档案上就没写 不过呢 这档案上啊 用这两个字 来称呼这俩孩子 叫幼婢 要说这俩孩子 他也不容易 天不亮啊 就起了 那会儿啊 才是这个端阳日的凌晨 这两个小宫女啊 急急忙忙的 生炭准备火 那么又火干嘛呢 一会儿啊 这个皇上娘娘起身之后啊 好用这个热水啊 伺候这个皇上娘娘 梳洗 可是啊 这孩子自然是孩子 年纪小 这内务府档案啊 原文是这么写的 任意带完 不小心谨慎 以致失火延烧 罪无可换 要说啊 这水火无情 这火一上了房啊 这火势一大 想救灭呀 可就难了 可是这会儿 这乾隆皇帝 可还在殿里呢 在谁都没敢来的情况下 这五阿个永齐 第一个到了火场 得知啊 这个乾隆皇帝 还在殿内 这永齐奋不过身 冲进火场 把自个儿的皇阿玛 从大火当中 就给背了出来 这乾隆皇帝 感动到什么程度呢 咱们不好形容 但是啊 我可以跟你说 因为这件事啊 可是牵连了不少的王爷 就因为啊 去晚了 这乾隆皇帝的兄弟 五王爷红昼 被乾隆啊 是一通的身赤 另外一个 虽然已经过去出去了 但好歹呀 是你红历的亲兄弟 我亲王红彦 到了这个圆明园以后啊 一看啊 这皇上啊 没什么大事 被这五阿个永齐 从火场里背出来之后啊 那可以说是油瓶没伤 哎 就显得呀 比较放松 跟旁边的这个阿个皇子们呢 就开了几句玩笑 哎 让皇上看见了 得 一下子就把这个红彦啊 从这个亲王位上啊 降到了倍了 所以我们能看出来 在乾隆皇帝心里啊 这件事挺大的 当然了 这第一功臣呢 自然是永齐 这件事完了之后啊 这永齐就被封为了亲王 这乾隆皇帝这么多儿子呢 当时的亲王啊 可就只有这么一个 这皇长子啊 永皇不是 当时的嫡子啊 那一位永齐啊 他也不是 哎 咱们又得说到啊 这悲哀之处了 这永齐啊 获封亲王后不久 便得病了 什么病啊 当时啊 叫古之 用现在的名词解释啊 哎 叫骨结核病 现代医学呢 并不能证明 这种骨结核病啊 传染 或者说呢 他有遗传 但是啊 奇怪的是 这爱新觉罗家族啊 很多人都得了这个病 并且呀 还死于这个病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这个 雍正皇帝的十三帝 大名鼎鼎的 宜贤亲王 印祥 还有这个印祥的儿子 都是死于这个病 永齐呢 得病之后啊 没熬多久 也轰尸了 这乾隆皇帝 自然是非常的伤心 因为呀 他确实非常 忠义永齐 他是真的 想把这皇位 传给自己 这个我儿子 咱们在这段书的开头 提及的那一句 乾隆皇帝 表扬五阿哥的话呀 其实 是这五阿哥 死了二十多年以后 在乾隆五十八年 英国的共使 马格尔尼 在夜见乾隆皇帝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啊 和他说的 能在这外国共使面前呢 提到这个二十五年以前的 这么一件往事 足以表示啊 这乾隆皇帝 对这个永齐 怀念和喜爱 得嘞 今天呀 这乾隆皇帝 和他们家老五 容亲王 永齐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 我是呢 每天给您讲故事的 空人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讲故事的 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 明儿见 请不吝点赞并转发